都说独生子女一个人会孤单 双胞胎就没有这样的烦恼 眼前这是一对刚出生的双胞胎 当护士把他们放到一起时 接下来奇妙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他们用手抚摸上对方的脸 彼此瞬间像有感应一般 努力睁眼看向对方 彼此更加贴近 这一幕感动了在场的很多人 大家都觉得十分神奇 这对双胞胎如此有爱 估计跟他们是同卵双胞胎有关 双胞胎分为同卵和异卵两种 同卵双胞胎是由一个受精卵分裂而成 接受到的染色体和基因物质相同 因此它们性别相同 外貌血型甚至某些生理特征都极为相似 而异卵双胞胎 则是由两个不同的受精卵发育而成 彼此之间没有必然的遗传联系 遗传背景也不同 所以性别相貌等特征都可能存在不同 我们常说的龙凤胎就属于一卵双胞胎 虽然同卵双胞胎看上去非常相像 但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 同卵双胞胎的性格 也会因为后天的生活环境和习惯而有所不同 这些微小的差异 使得每一个双胞胎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它们彼此互补 共同成长 无论是同卵还是异卵 每一对双胞胎都是上天赐予的珍贵礼物 视频前的大家 如果是你 会更想要一对双胞胎 还是龙凤胎呢 欢迎留言 说出你的想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